中美的关系 中美的关系 因为你对中国跟美国 那个高层到社会的层面都很了解 那你觉得中美的关系将来会怎么样走呢? 在美国大选之前 那只有90天的时间了 我还不到 中美的关系呢 恐怕是绝对不容乐观的 而且呢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甚至不排除擦墙走火的可能性 你还记得呢在2001年 在南海上空曾经有过撞击事件 在当时呢 两个国家都不想把事情闹大 到最后呢很妥善解决了这场冲突 这个危机就化解了 同样的事情 如果今天发生的话 那就了不得了 你可以想象各种指控啊 各种制裁啊 造成甚至全球的市场啊 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两国要真正的打起来交火的话 我倒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的 为什么 因为谁也打不赢 这是不可能打赢的一场战争 所以不应该蠢到这种程度 来造成这样的冲突 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是相当的危险的 那我的想法呢 就是中美两国呢 在利益上呢 是现在有很多的冲突 中国呢是在不断的强大起来 所以对于美国呢 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种紧张恐怕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拜登当选之后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些戒心啊 甚至敌对的态度呢 恐怕是两党都有的 所以换了政府之后呢 也不会有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呢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呢 是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呢 一直是一个国际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 他是国际机构 国际体系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那在过去的三四年当中呢 他这个角色呢就完全变化了 你说美国从巴黎的气候协议撤出来 美国从WHO 国际健康组织撤出来 在伊朗核问题上呢 他签订了协议撤出来 在亚洲所谓Trans-Pacific Agreement 犯太平洋的协议 他是发起人 那当时在欧巴马的情况下 他是发起人 那么也撤出来 所以呢 美国在过去的三四年呢 就完全抛弃了一个国际秩序 国际的机构 那就是自行歧视 双边主义 那我觉得拜登呢 不会是这种政策的 拜登在外交政策上 他是非常成熟的 他是有多少年的经验 我想呢拜登呢 是会愿意和国际组织合作 和是一个多边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和其他国家呢 一起去合作 这个美国人呢 经常说 说中国呢 要破坏世界秩序 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我看不到这一点的 中国实际上没有在破坏一个世界秩序 而是想方设法 想变成这个整个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不管是经济组织 像RMF也好啊 世界银行也好 还是像卫生组织 像贸易组织 那中国都是非常希望这个积极参与的 那么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呢 执行的是一个多边主义 是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政策的话 那我觉得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 会相对的稳定一些